大家好,我是丁超 欢迎收看超级大赢家 其实今天指数比较简单 也没什么好研究 因为第一个 为什么期货指数会开高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上个礼拜五的期货指数 它的跌幅是远远大于现货 因此它的利价差很扩大 上个礼拜五 尤其是最后收盘的时候 台积电是往下灌压的 所以为什么礼拜五的美国盘的期货指数 台北股市的夜盘 它是涨的 而今天开盘为什么也是大涨的 台北股市的一个期货盘 盘中里面我们看一下 盘中里面曾经是因为 因为期货盘大涨跟现货 它是有相关的 可是我刚已经讲过 期货是属于逆价差 它的点数是比现货还低 因此期货开高之后 现货不一定会开高 没有规定 因为期货它是远远大于现货的跌幅 上个礼拜五 所以他发现了台积电 它在美国的期货指数 美国的一个盘中的ADR 它并没有扩大跌幅跟跌点的情况之下 今天就会调整 那今天是一个调整的过程 所以找盘开平高之后 这个当然也是由台积电来开平高 一度走到台积电一度走到435块半 那就开始往下滑动 所以台积电跌大盘保证跌 台积电跌大盘保证跌 台积电开盘是开盘开高 冲高到435块半 也就是在平盘上涨了3块半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调整 那盘中曾经到428 你看起来这台积电其实7块半 没有什么 其实7块半也不到2% 其实一般来讲 正常的股票在晃动一天 一两个% 那算是没什么涨 可是对于台积电就不太一样 台积电它7块半就是60几点 它一点是8.37 一块钱是8.37 所以7块半就是超过60点 那超过60点 大盘就一定震荡幅度就会变大 这个尤其是台积电 它会影响到其他群食股 因为它会影响到联发科 它会影响到这种股票 群食股甚至连这个金融股 今天是好在今天金融股比较抗跌 像富邦金国泰金 或者是中华电信 这种大的全职股 或者是台歌大 它们还可以利手平盘上 否则的话今天扩大 可能会扩大跌幅跟跌点 今天是一样 这个是道理都是一样 你看台达电也是一样 都是全职股 今天盘中也跌了 五六块钱下来 缩盘也是缩小跌幅跟跌点 都是因为台积电的关系 台积电把它扯上来了 所以台积电是非常重要的股票 你看台积电最后缩盘是433块 又涨了一块 盘中是曾经跌4块 最后是涨了一块 所以你想想看台积电上下 政府超过60点 缩盘涨一块 也就涨了8点多点 台积电涨了800多点 8点多点 它会把其他全职股拉上来 把它全职拉上来 所以它就拉了一些 传统产业股 或者是金融类股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有一些股票会被它扯上来 那扯上来以后 对于今天盘是有没有意义 是完全没有意义 那完全是情绪化的反应 它是想要把它收红而已 那收红没有用 重点是这个礼拜怎么做 你收红收黑都没有意义 你看今天收红 这种成交量的收红有意义 这种成交量的收红 你就知道是硬硬的 又为了拉一个下影线好看而已 就如同这个地方一样 拉下影线是没有意义的 拉下影线要有大的量 而且要有大的利空 在市场里面没有大的利空 而且没有大的量的情况之下 那这种下影线它只是抵抗 它只是在下跌的趋势里面 做一个垫脚抵抗 对于明天涨跌完全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明天的涨跌 跟这一根K线是没有意义的 了解我意思吗 尤其是美国在11月2号 就是明天他就要开始选举大选 当然一些通信投票早就已经选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正常的一个 一个投票行为是在11月2号 那开票会在11月3号 台北时间的早上 美国时间11月2号的晚上开票 当然就是台北时间的 11月3号的早上 那那个时候就是非常重要 因为今天是2号 就是等于是说在礼拜三 台北股市今天是 这边今天是11月2号 11月2号 那美国要投票了 那我们在11月3号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股市 大概总统就会选出来的 大概大部分的情况就会知道了 当然是总统选举人 但是就是看到得票数 得票的一个哪一个州 哪一个州得到的胜贤 票数选举人票 大概我们就知道 因为选举人一定最后一定会投 一定会按照这个投票去投的嘛 所以这个变数来讲 我讲过了 我是跟各位谈过 就是选前是跌 选后也是跌 但是选前跌不是每天跌 我没有说每天跌 我只是说选前是一个跌盘 美国也是一个跌盘 美国选前也是一个跌盘 但是美国选前跌盘 今天礼拜一啊 今天礼拜一啊 美国今天晚上会不会 一样要跌 没有规定啊 我说选前跌 这个地方就是跌了 我没有说选几次 前一天要跌 我并没有这样讲 我只是说选前是一个跌 选后还是跌 不管谁选上都是跌 那我的模拟就是这样 因为川普当选的话 先跌后涨 先下跌以后才会再涨 因为这个酝酿长期的 涨了这么多的一个卖压 他不会一次宣洩 甚至有一些人压保川普当选的 他可能就是选后之后 他会先卖 了解吗 那拜登当选呢 如果拜登当选的话 直接看大跌 那为什么直接看大跌 我已经跟各位解释了 因为川普的支持者 一定会卖股票的 川普很多的金主 他压保川普 经过了三四年的努力 他们在这边 不要说得到什么利益 就是他们至少这些做股票主 他们会先卖股票再说 那为什么会先卖股票 因为股票涨太多 涨太多当然可以卖 没有涨太多都可以卖 何况是涨太多 美国股市都还是涨太多的情况之下 你不要以为美国股市有什么跌 跌是最近才跌这个东西算不算跌 如果以按照涨幅来讲 波段从三月份的涨幅 这个不算跌 这个哪叫跌 这个还是一个相对高档 这个才叫跌 这个是相对高档怎么叫跌 这个不叫跌 在我的观念里面 是要看相对的位阶位置 所以如果是在这边卖股票 那是高档卖 他不是低档 那相对台北股市也是一样 台北股市现在目前涨了4500点 这个地方卖股票是高档卖 毕竟这个地方才叫低档 这个是高档 我们所谓的高档 不是说要卖到最高点 不是这个意思 是相对位置 何况现在目前的指数的位置 它是指数 各股很多股票还在创新高 对不对 所以指数虽然是一个盘整盘头 可是有些股票是跌很多 可是有些股票根本没有跌 还创新高 那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是操作股票 不是操作指数 我讲过就是每一档股票 它的走势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 一个观念 所以很多人就是会鼓励你说 选起之前选后会谁 拜登当选了 怎么样 你那个猜我们猜不准 老实讲 我们自己的国内总统大选 我们都猜不准了 何况是国外 我们怎么会了解呢 所以那个不用猜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是操作股票者 不要有那么多的情绪 也不要有蓝绿这么大的一个情绪 你要支持谁 支持谁 那个对你都没有好处 为什么 因为股票市场跟这谁当选 没有这么相关 两个当选都会跌 那这样子你泛蓝的支持拜登 泛逸的支持川普 那不是就很奇怪 蓝色的 你支持拜登的 你也是看大涨 也是股票压满党 你支持川普的 你也是看涨 股票压满党 那一定有一个错 那怎么会都是做多呢 那不是很奇怪 很矛盾的现象 完全是非常奇怪的想法 所以这是为了要做多而做多 这基本上是有点意气用事 你有没有发现说 你为什么要做多 你一定要做多 就是你意气用事 我的做法是这样 不见得说你一定要放空 我们没有说规定 你一定要放空 但是我是劝你说 你要减少持股 我这样讲会有错吗 投资本 如果你今天买了1000万的股票 叫你退个500万 300万 这样你很痛苦是不是 还是你要跟他拼 拼了你才会高兴 那万一你拼错 涨了4500点不是没有涨 台北股市是在高档 又碰到美国总统大选 那是大事情 那如果说今天选举之后 如果跌幅跟跌点扩大 那请问投授朋友 你猜到谁胜选要怎样 跟你什么关系 又不是你当总统 我这样讲没有道理 我们今天是一个鹰派的操作者 我们是这个地方一定要避险 因为法人也会避险 你看这个所有基金经理人 他们做避险 他们都是避险 他们就算他们股票 他们绝对不会加持 不会增加股票 他们只会减少股票 那减少股票不是撤除股票 那那个基金经理人 他们可能是50亿美金 100亿美金在操作 他怎么可能会把它清光呢 不可能嘛 但是100亿如果卖个10亿就很多了 卖掉10分之一 那不是一个人卖10分之一 是很多人卖10分之一 很多人卖20分之一 加起来就卖亚就很大了 因为如果每一个基金经理人 都是在减少股票的话 那加起来就会很多股票要卖出来 不可能会增加股票了 这个时候谁敢会增加股票 没有一个基金经理人 这么不负责任 在这个地方在加码股票的 尤其是涨了4500人的情况之下 谁会加码股票呢 不会吧 只有散户会增加股票 为什么 因为散户输不起啊 输了钱不认赔 还要加码买进啊 输了钱不认赔 还要再加码买进啊 就像这种股票 输了钱不撤退 我一直跟各位讲 你做股票就是5%到10%停顺点 我不管你买在什么位置 你买的位置就是 你那个买的买金的价位 设5%到10%停顺点 就算是你买在这一波的最高点 也没有关系 你假设买他最高点 你让他看他涨不上去跌了 设5% 10% 这段后面这边跌的 不管你的事 你不用跌这么多 而跌这么多之后 你一定会暴劳 因为你跌这么多 你的个性一定会暴劳 还会加码谈品 可是投资料 你没有想过 如果继续跌呢 反弹当然很好 如果继续跌 越跌越买 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越跌越买就是赌徒 因为你不认错 你怎么跌股票跌了以后 你不认输 还要一直买 那不是就在赌吗 拉回找买点 我不是说要是会快一点吗 什么叫拉回找买点 我听不懂 什么叫拉回找买点 不是就赌徒的行为吗 这跌下来以后 你拉回找买点买在这里 不是要套了吗 不是输更多 这边不是拉回找买点 这边拉到这边不是拉回 拉回你找买点 不是要输快一点 那拉回你又找买点 不是要输又快一点 那再买还不是又输 我的意思就这样的 你要等反弹 比如说投资本 你有这种蓝电这种股票 你不小心买在这里 没有关系 跌下来就跌下来 又不是没有看过跌 那你可以不杀低 你可以不卖低 等它反弹你要卖 而不是一直去加码摊平 你今天加码摊平这里 也许你梦对了 你梦对一次 可是 你不会每次都对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套了 你应该利用反弹来卖 而不是加码 绝对不加码 我这样讲没有错 那你反弹之后 这个地方我们空手的人 我们反弹要空 所以我们要放空的人是什么 这边空 这边回补以后 要等反弹空 那反弹以后 我们再来放空 那么急干嘛 不要空在地板 所以这种股票 等它反弹之后 我们要不要空 保证会放空 一定会放空 3037的蓝电 星星也是一样 我们一定要放空的 3189的景硕 也是要放空的 这个都是要等它反弹以后 我们要放空 那事情呢 像这种事情 我天天在讲 我们这种事情 就是希望它反弹 再来架空 我们只有空一笔单 530 它就不敢再上来了 我们原本代会员 是要空到三成 结果现在只有空一成 以后它就一直跌 一直跌 我们不会追空 我们要等它反弹空 我们等它反弹空 除非是我们有看到了 破线破掉 最后破掉这个地方地点 我们才会架空下去 因为这个地方 还是一个盘整区 虽然今天又是跌 但是我认为 它还是一个盘整 还是有机会再反弹 所以我们在处理 这样中股票的时候 我们530放空 我们的空单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必要回补 虽然跌了十几% 但是我们还不回补 我们其实是希望 它反弹再空 我从上礼拜一直讲 我希望它反弹 可是它都不敢反弹 那不管反弹 你至少有先空了一笔下去 那能不能买这种股票 绝对不可以买 因为在下跌的阶段里面 你绝对不要去拆地点 这是我的态度 你可以不放空 但是绝对不要买 这是四星 IC设计股其实都是一样 联发科也是一样 你看今天开高走低 2379的瑞育也是一样 这些人倒不是都是基友股吗 这个3034的联勇 也都是基友股啊 哪一档股票不是基友股 4968哪一档股票不是基友股 你及6531的这个爱普 如果不是基友股 如果不是好的股票 价格会那么贵吗 那不是就10块20块吗 他们都是好几百块的股票价格 表示他们是优秀的股票 可是优秀的股票 好的股票不会天天涨啊 股票已经早就反映过了 我讲过了四星的148块半跟702 跟现在目前基本变都一样好 从来没有不好过 可是股票价格太涨太多就不好 所以要放空 我都教过各位了 这个大盘会不会大涨 你有什么资格大涨 今天能够涨算不错 今天能够涨就是因为台积电最后晃动的 台积电把它428块 把它拉到433 拉了5块钱 5块钱台积电就四十几点了 怎么不会翻红 翻红又怎样 翻红以后 它就会让这些股票缩小跌幅跟跌点 像台达电 或者是像这种金融股 它会变成翻红 国泰金 这个都是重大全职股 中华电信 台科大 重大全职股要怎样 又有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 量缩的翻红 那完全是做一个假象 让你觉得指数没有跌 好像很高兴而已 但是有人要让你很高兴 但是没有意义 对你的股票完全无解 为什么 一般投资品的股票才不会涨 所以你看今天 虽然涨了四十几点 可是大部分的股票还是跌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收盘就算是跌了四五十点也没有关系 跌了盘中跌到最低的时候跌了六十几点 也没关系 收到最低也没关系 收到今天最高也都没有意义 因为它就是一个量收 等待美国股 美国要大选 所以美国大选才是重点 不是我们的指数收高收低 都不要不重要 重要是你在礼拜一礼拜二的涨幅跟涨点都没有意义 是礼拜三 你有把握吗 礼拜礼拜一跟礼拜二也不过是期货指数 在做当充充充充充 或者是做股票当充的人而已 像这个4105这档股票叫东洋 我们早上在飞盘台联系的时候 都有讲到这档股票 我们是早上一大早在建立会员79块附近买进 上下午0.5元 一定买得到 甚至还有人买到79块以下的 早上一定买得到 因为开高之后我们设定在这里 一定都买得到一定成交 盘中一度曾经涨停板 收盘也是大早 那像这种股票就是我们今天做当充 因为它跌了好几天之后 回撤到上升的月线 那回撤上升月线今天一跳空开 这个放量出来我们这边做当充 当充就跟明天没有关系 今天买今天就卖掉了 就是当充 这两个股票就是东洋 他就是之前有讯息 就是带你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 跟这个德国BNT买 当然这个购买进来以后还要得到 政府还要允许 因为到时候要在国人 要给国人施打 你要记我意思吗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过了 就是你看很多的政绩股 你看跌升之后的反弹也是一样 像国光升高端疫苗也是因为这样来的 那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问题他们就是空头 这个都不用讲了 这种跌升的反弹一样 你就是要站在卖方 跌升反弹只好等到力道受阻要卖 像这个6278的台表科 他上礼拜五还在大跌 今天涨天板 让他什么了不起 就是跌升反弹而已 这边难道都没有涨过吗 跌升反弹他有时候拉一个涨天板 那是很正常的 没有什么奇怪的 所以不用谈那么多 这个反弹以后都要放空的 你要等他反弹力到受阻才空 而不是一开始反弹力就给他空 这样不对 你看这个一样 像上礼拜五不是油党股票也蛮强的 就五四五七的宣德 他不是一样跌升反弹 今天又马上跌下来 像这个例子就是讲看 跌升一定有反弹 跌升一定有反弹 但是你要利用跌升反弹卖股票 跌升反弹卖股票 他会一直跌的 那为什么会一直跌 因为他之前涨太多了 我已经讲过了 包含台积电我都没有看好 我认为台积电都是在盘头 那很危险 因为他现在目前在讲 要等到美国大选之后表态 你怎么知道美国大选之后会怎么样 宁可不要操作股票 我跟各位讲 我都看少走 那如果你有做多 其实也不能怪你 你如果有做多股票 其实我已经建议 如果你有做多股票 你是不是要有避险动作 你要放空一些股票来避险 或是做其他的ETF来避险 可不可以接受这样的观念 当然要接受这样的观念 如果一直赌多说一定会涨 那这种逻辑不同 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过了 你看好川普当选 你也是做多 而且还做多满党 都不退 都不解码 有些人看好川普 拜登当选 也是全部都做多 那很奇怪 那这个社会变成很奇怪 泛逸的都支持川普要当选 那泛男的支持代表人家当选 那每一个人意识形态都完全不一样 这自由嘛 没有意见 我没有意见 只是说为什么这两派人 知识的人不一样 全部都看好 那请问谁当选才会跌 那没有啊 那这一定是二选一嘛 一定是两个有一个当选 那怎么全部都看多呢 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我这样讲是有道理的 我认为谁当选都要跌啦 为什么这情绪化的反应 一定要让他宣泄 之后股票以后才会涨 所以川普当选 反而对做多的比较有利 为什么 川普当选先跌后涨 拜登当选直接大跌 跌到哪里去 我怎么会知道 因为拜登从来也没有做过股票 我们也不晓得他会不会做股票 但是川普会做股票 你要了解 川普一定会做股票的 这是我的逻辑啊 因为川普做股票 他会做股票 已经得到市场认证啊 可是拜登我们不了解他 可是我今天是一个 一个投顾分析师解盘的 我不能讲政治 我只是告诉你说 如果投资票 你希望股票 未来能够继续大涨 其实就是川普当选 对你对有利啊 可是你又不支持川普 那怎么会期待股票涨呢 这不是很奇怪的现象吗 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了 收看影片见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资料仅空参考 请不吝点资料仅空参考